好 目前杜苏瑞颱风仍然是个轻度颱风 气象局持续发布海上颱风警报 不过在五点半这报海上颱风警报 我们多增加了台湾海峡为海上颱风警报的警戒区域 今天傍晚五点的时候 杜苏瑞颱风它的位置是在鹅兰冰的南南东方 大概是290公里的海面上 那么未来还是一样往西北溪的方向移动 现在其他环流正在影响巴士海峡 未来会影响东沙岛海面 以及台湾海峡南部 因此我们目前的海上警戒区域增为总共有三个 是巴士海峡 东沙岛海面 以及台湾海峡南部 巴士海峡在台风影响之下 已经有出现最大阵风9到10级的状况 未来东沙岛海面 台湾海峡南部 以及台湾附近其他各海面 从街晚到明天的风力也会逐渐增强 在长浪部分 遇到来雨的海面 台东外扬的海面 以及恒春半岛的海面 已经有长浪的现象出现 预估未来的时间 在花莲的沿海地区 小琉球 以及西南部沿海 也可能出现长浪 同样的提醒 现在还是海上台风警报的时间 在沿海 以及海上风浪很不稳定 请大家不要从事任何的活动 受到杜苏瑞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台湾东部跟南部地区将会有阵雨 北台湾则是气温偏高 我们来看看各地的气象资料 好 看到北部地区的基隆 是因游雨24到29度 台北桃园和新竹都是多云游雨 二十五到三十三度 中部的苗栗台中彰化南头和云林 也都是多云游雨的天气 气温最低二十五度 最高三十三度 来到南部我们看到 嘉义台南高雄和屏东 降雨的机率也都相当高 气温最低是二十五度 最高三十三度在嘉义 而东部的宜兰花莲和台东 都是因游雨 气温二十四度到二十九度 继续来到外岛地区 彭湖 金门和马祖降雨的几率 大约都在三成左右 气温是二十五到三十度 这样的天气形态会维持多久呢 我们来看看未来三天的气象资料 看起来北中南三地 可能接下来三天 都还是有降雨的机会 东部也是一样 连续三天都是因游雨 而外岛地区也都是多云游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